台南 横行台南的破酸怪客 终于是落网了 警方根据了路口监视器逮到人 发现这名破酸怪客 是随机尾随骑机车的女子 等到对方在等红灯 车速变慢的时候 趁机泼洒了盐酸 嫌犯被抓到的时候 公称他只是因为跟家人吵架 心情不好 才会下手犯案 真是太恐怖 男子手拿容器 紧跟着骑士 突然间把盐酸 撒在机车坐垫上 这回都被监视器拍得清清楚楚 警方寻现抓到 这名40多岁的破酸怪客 他说会这么做 只是因为心情不好 随机尾随骑乘机车的女子 就是在停等红绿灯之前 车速较慢的时候 以左手持这个 他有稀释过的盐酸 喷洒 最近跟家人有争吵了 一时心情不是很好 但被害人的心情更糟 这名补习班的云老师 就是因为机车被颇酸 骑车时突然感到臀部灼热 裤子衣服都有破洞 即是动衣 他不止臀部受到二度灼伤 心理的眼影更大 骑着沿路回来 有时就觉得 我半边的屁股 好像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怎么样 就觉得好像会痛 机车会全部都 全部武装 警方查出 这名颇酸怪客 横行台南地区 有十几项抢夺 切到前科的他 年初才刚出狱 没想到又在安平一带 随机犯案 让骑士人心惶惶 这回他再次犯案 终于落网 得再回去吃老饭 记者郑亦轩 王少宇 无关